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香 老奶奶 喇叭节可有什么讲头啊 喇叭节历史很悠久了 有欢庆丰收 感谢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仪式 后来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 又演化成纪念佛祖释迦摩尼成道的宗教节日 说法是多种多样 光是腊八舟的传说就有七八十个呢 老奶奶 那你给我们讲讲腊八舟的故事吧 好 奶奶就讲个牧女献迷的故事 相传在古印度北部 加皮罗魏国有个叫西达多的王子 王子兴喜清静 厌烦宫廷的声色喧嚣 倒是大自然 总能够给他带来愉快和安宁 有一天 王子乘着七宝车从东门出游 迎面看到了举步艰难的年迈老人 又一日 西达多王子从南门出游 见到了一个病重的人 疼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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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日 王子从西门出行 他见到了一家老小 给亲人出病 孩子的爸 醒醒 醒醒啊 醒醒吧 生老病死 为什么世人无法避免这四种苦呢 又一日 西达多王子出北门游玩 看到了一个出家人 只见他精神朗澈 威夷有度 王子被下了车和出家人交谈起来 从这日开始 西达多王子决定 放弃荣华富贵 出家歇歇 王子出家以后 曾多方寻找名师 以求大道 他向在山洞中隐居的大师学习禅定 盘膝而坐 面壁静心 我现在能静下心来了 可是似乎没有什么起离啊 于是 王子改变了主意 决定去体验苦行 王子来到了泥连禅河边的苦行林中 独自在树下打坐 那 西达多王子不吃饭吗 哦 最初啊 他食一麻一脉 渐渐到了七日才食一麻一脉 甚至最后啊 不饮不食 经过了这六年 我终于想通了 人生的烦恼是因为心地不尽 我现在在加蛇山修苦行 每天吃一麻一脉 身形消瘦 我若以这样雷若的身体渠道 外面的人就会以为饥饿是修行的好办法 我应该走出这里 寻找其他的修行 王子这么一想 就离开了苦行林 他来到泥连禅河旁洗净身体 西地而坐 再说 这泥连禅河边有两个木牛女子 一名南驼 一名波罗 他们两个人常常赶着牛到苦行林边放屋 有啊 我听说苦行林里有许多的出家人 我也听说了 你看 那个人 他看上去好销售 脸色好差 看样子他是饿坏了 对了 我们可以挤点牛奶给他喝 等等 我去家里拿点粮食 哎呀 怎么就这么点了 善良的木女家境也不好 于是 在缺粮的情况下 他把每个粮袋子底下所剩无几的粮食 搜罗在了一起 再加上一些自家种的果仁 带去煮粥 今天我接受食物 得充力气 以保留智慧年兽 味度助生 自此 王子每日都接受 牧女送来的乳迷 一个月以后 体力就恢复到了 往日的强健 在菩提树下 得到成佛 这位西达多王子 就是佛祖 释迦牟迷 牧女泄迷的故事 被后来的僧人们 津津乐道 于是 每年的腊八节 各地的佛寺 做佛御会 举行诵经 并效仿 牧女泄迷的故事 用沿街画园 收集来的米 素 枣 果仁 等等这些材料 煮成 腊八粥 散发给穷人 南宋的诗人 路由 有诗人 今朝 佛粥 更相馈 反觉 江村 节悟 心 这里说的佛粥 就是这腊八粥 啊 原来 这腊八粥 还和佛祖有关呢 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做大事 也不能饿坏了身子 说得好 同时 也告诉我们 即使是很少的粮食 我们也要爱惜 不能浪费 爱惜粮食 是美德 那我不客气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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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